波兰在招募少年兵 而这些还在念大学的青少年 满怀热忱的暴民 没想到才特训三天 就被推上前线打仗 哀鸿根本就是被当成炮灰 但能逃的早就都逃光了 估计出逃乌克兰的难民 将多达400万人 也让邻国波兰大喊 吃不消 俄乌开战 烽火连天 就连学生也被迫从军 眼前这两名18岁青涩少年 新兵报道 没想到经过三天的 简单训练之后 就得上前线打仗 他们换上迷彩军装 戴上头盔 提枪上阵 真的准备好了吗 虽然目前被拍到检查上 但随时可能遭遇枪战 性命遭受威胁 懵懂少年被拍上前线当炮灰 就连父母都不敢置信 南部城市奥德萨 街头化身野战救世 教民众如何用枪 就连女性也提枪上阵 保卫国家 大学校园也成了 上站的模拟现场 学习如何打游击战 还教如何处理枪伤和急救措施 医生也在地下防空洞 开设野战医院 至少可以收治20人 而基辅北部小镇 被俄军围攻 根本逃不出去 却对母子哭诉 停水停电 冰箱只剩下六颗鸡蛋 好不容易逃出家园的乌克兰难民 内心更是难受 愿家早就不上家 至亲也分崩离析 就怕难民挨饿受冻 波兰募捐二手一 还分尺寸排列 供他们挑选 目前已有250万人逃出乌克兰 估计最后将达400万人 波兰和捷克都大喊吃不消 而英国政府也鼓励 英国人民收容乌克兰难民 若能提供半年借宿 每月将可获得台币 一万四的补助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